歡迎回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的話 記住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又或者是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還有我身邊的嘉賓 是要財政圈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樂Arnold Arnold你好 Arnold不如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林先生在電話旁邊 林先生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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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人配原股 跌下來後基本因素仍然強 未來有機會收購上游業務 好像之前提及到的天然氣、葉岩氣等等 都是未來發展的重點 但除了相關上游業務之外 下游業務都佔入街景 近期特別第三季開始公佈的業績都見到 煉油業務方面的虧損情況 都已經有明顯改善的跡象 相信在第四季 內地的經濟回穩 整體仍然見到化工、煉油等等的業務 其實我相信在2013年表現真的不會太差 這方面最主要受惠 第一就見到原油價格沒有再像以前那樣 有個大幅升上 見到布蘭特旗遊 平時來說都是一個整古代變的格局 所以我相信第一有個利好因素 第一就是原油價格沒有再大幅上升 煉油業務未來應該有個不錯的盈利貢獻 第二就是配股集完之後 還有另外一些新的業務發展 所以論基本因素不錯 我覺得現階段買入都無妨 因為你看到股價技術走勢 其實近期來說股價都差不多大致上 反映配股相關的利淡因素 我相信你說配股價 8.5豪這些水平有個不錯的支持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要買的 可以考慮在8.6這些水平 已經可以考慮買入 將止蝕只要設定在8元 中長線來說 我覺得絕對有條件 可以看回10元左右這些位置 好,還有其他問題嗎? 林先生 如果你說短炒的話 如果要看的話 都是在8.6這些水平買入 你看回技術走勢來說 你見到暫時比較大的 初步阻力位 可能會在10天線 50天線左右 8.9豪左右這些位置 所以你說如果短炒的話 3.8.6 上網空間就真的不是太大 但這隻股份 這隻公司 我自己看回基本因素真的弱 我建議做一個中線的投資 上網的目標就可以看10元 但如果短炒的話 可能去到9元左右這些水平 即是說上個裂口的底部 可能就要考慮才能獲你離場 還有其他問題嗎? 林先生 沒有 多謝你的電話 另外,不如和阿露看看市的最新發展 恆指方面現在跌45點 暫時報23,367點 其指方面跌58點 低水8點 國企指數跌17點 暫時報11,804點 國企指數跌17點 雖然低開 亦跌了下來 但跌的幅度不大 似乎方向不太明顯 大家其實是否在等A股覆市 我想港股近期來說 整股代表格局相對比較明顯 第一方面 看港股方面 始終外圍方面 對港股來說 沒有大大的作用 近期來說 一些經濟數據都反映 整個外圍方面的情況 都是比較有個別發展 歐洲方面的情況 仍然是未能夠太樂觀 但你見到美國的經濟數據 仍然是非常強的 這方面是港股帶來一個支持 但也限制它相對的升幅 因為始終見到 歐洲相對的問題 仍然是持續困擾 歐債這個問題 會不會重現呢 仍然是有相當大的風險 因為歐諸國 其中一個第三大大國 意大利進行進行 一些選舉的階段 相關的結果 可能都會左右大 近期來說 市場官網氣氛是非常濃厚的 另一方面 A股持續伏市 近期港股的上升動力 主要都是來自A股持續反彈所帶動 近期的中資股 好像內銀等等 資源股、水泥股等等 近期來說 這兩天都見到一個整股大變 變動都不算太大 所以你說 未來 我相信都要等到內地復市 才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但中期後市 我相信仍然可以繼續看好 第一 始終外圍方面 我自己看情況 真的不算太差 第二 反彈空間仍然是比較大的 因為始終說上升指數 A股仍然相對地比較落後 見到近期的經濟數據 都反映到內地的經濟 的確是進一步回穩 所以後市來說 我覺得仍然有條件繼續看好 你看回恆子的技術走勢 都是的了 你看回流發 以保力加通道 近期來說 都是一個整股代表的格局 保力加通道暫時 底部和頂部大約 在23,000點至24,000點左右 近期來說 保力加通道中軸 就是23,500點左右 所以一日仍然是反覆 在通道中軸和底部區間 我相信 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整股代變的格局 後市 如果你看到一個比較明朗的聲勢 可能首先要先升破 23,500點這些水平 但我相信 在A股一日未服事的情況下 暫時來說 23,500點 都會成為即市 比較大的關鍵阻力位 但我覺得 一日不跌穿底部 即是23,000點 後市來說 不需要太擔心 現階段 港股的波動性 可能會降 也會比較小 恆子的變動 暫時來說 未必會太大 仍然是一個整股代變的格局 好,謝謝 另外看完恆子的表現 不如和大家看看半身股 看看翠華 不如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再說說翠華 有位楊小姐在電話旁邊 楊小姐你好 兩位主持好 早安 恭喜兩位身體健康 萬事而言 好,大家這樣說 祝你新年進步 是的,譚先生 早安 我想請教你 我想問一下兩隻 一隻市一六百形得氣體 以及統一 兩隻入市位是多少呢 好,兩隻來講 怎麼看呢 阿龍 看回統一 始終說統一 我自己對這間公司 始終有個戒心 始終累積升幅真的非常之多 過往來說 看基本因素 他做得非常之強 統一自己本身做飲品 那方面的業務 增長非常之強勁 統一自己本身做的 統一奶茶 消量是非常之強勁 整體現而 這些茶飲品 在市場的市場佔有率 是見到上升得非常之強勁 所以都帶動股價 升了累積升幅 非常非常之多 看回股價的技術走勢 看回六個月來講 其實見到都由七元左右至十元這些位置 但你看回整個年來講 它是由四個六號 六號九 升到過往來講 近期的高位十個四號 這些水平 升幅非常之多 我相信整體現而 都反映了相關的利好因素 七七八八 所以現階段 我不建議買入住 可能他比較關鍵的支持 會在八元這些水平 如果要買的 我覺得直播率相對地比較吸引 可能會在八個半這些水平 才考慮買入 將指示價值回到八元 後事來講 再上賣十元 這個投資策略相對地會比較可追 好 另外一隻 他就是想問盈德氣體的就是2168 現價8.99 今天升超過百分之一 最高見過9.07 在1月25日的時候 高盛調升了 盈德的目標價去到7.6 講到神話的項目 預計對它的影響有限 這隻股份又買得過又怎樣看 始終這個股份同一個情況 都是擔心現階段去買 都會有個高增的風險 始終我之前都提及到 大市近期來講 都是一個整股代表格局 這些基本因素相對地好的股份 其實累積的升幅 真的非常之多 你說論基本因素 自己都繼續看好 但是你看看股價技術走勢 你看看圖表 近期來講 都是一個比較 升勢 仍然比較急的 也都見到在保力加通道的頂部 正在整固 後事來講 不排除會真的試穿中軸 甚至試穿底部的位置 所以如果要買 我都建議可以考慮回落到8.6 才去買 將指示價放到8元 後事來講 再上網回9.2 9.4這些水平 這樣會比較可取 楊小姐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多謝你 多謝你 另外剛才提到 講到半身股 就是翠華 翠華方面 今天股價表現做得相當不錯 股價來講 已經連升5天 現價升超過半成 暫時報3.86元 今天最高見過3.89元 股價又再創上市新高 半身股來講 翠華真的做得相當不錯 我想近期來講 如果計新股的話 翠華絕對是一隻相對地做得非常好的股份 最主要原因 其實看回業績上面 基本因素都是非常之強 見到 其實它在香港方面的業務做得非常之好 其實大家一直以來都擔心 好像租金對它來說的壓力會不會造成很大 但是你看回基本因素 始終在說翠華 每日做的營業費是非常之多 翻單的數目是非常之高的 那租金正體現役 對它們收入的 對它們收入來講 正體現役的成本 就是佔了10%左右 那其實租金對它們的影響 算是非常之大 那未來 翠華上市之後 其實都講到 集資所用的資金 最主要是發展在內地的城市 所以現在現階段 看回情況 其實歷史的盈利看回 過往歷史市盈率大約是27倍PE 那的確可能相對地比較貴 但是就留意一下 盈利在香港方面 仍然是保持著一個穩定的增長 那這方面已經可以確保 支持股值這麼高的情況下 第二就看回它未來來講 始終在說 相信它的盈利增長空間是非常之大 最主要就是來自它 在接下來開新店 在上海 深圳廣州這些城市 那見到它們相關這些城市 暫時來說 開店的數目是非常之小的 那見到它們如果可以 像香港那樣 不斷地開新店 那只要你說舊店的同店銷售 同店銷售保持著一個很輕微的增長 那可以透過開一些新的店舖 未來的靈利增長動力 仍然是非常之大的 翠華絕對是一隻 現在暫時可以看著 是一隻受惠內需概念的股份 那我相信始終在說 翠華的品牌 看到都近期可以做得非常之好 那在香港上面的銷售 市場的反應是非常之正面的 好事我自己看回翠華 仍然可以繼續看好 但是留意一下 看看股份 其實兩個多招股價 近期來說 接近四元這些水平 累積升幅非常之多 那如果未買的投資者 我都不建議 現階段馬上去高追 但反而如果還有貨的投資者 我建議可以繼續拿著先 只要將指站位置到三個六 中期後市 我覺得絕對有條件 嘗試四元甚至更加高的水平 是的 看到德意志銀行 亦在2月初發表了一份報告 將翠華的投資評級 由買入降至持有 目標價維持2.97不變 他作為翠華的上市保陷人 德恩說到 翠華在去年11月底上市至今 股價已經累升超過四成 遠遠跑贏同業和大市 目前市盈率大概23.4倍 估值是同業之中最高 認為現水平已經反映股價 以及在內地的增長潛力 作為保陷人 都是給他大概2.97的目標價 現價3.85 其實要買的話 是否真的要跌多些下來 或者要趁他調整才有機會再買入 始終說翠華論基本因素 我自己看是相對地非常強 你始終現階段 仍然很難評估他內地開店的速度 究竟可以有多快 如果真的見到 反應是非常好 翠華當然是開店的速度 可以相對地比較快 因為其實都預料著 翠華在未來來說 在內地都會開設中央廚房 只要開設中央廚房的話 未來控制成本方面 有一個優勢在 他們未來可以開店的速度 真的非常之快 始終在內地相對來說 租金壓力是比較輕微的 所以在未來來說 現階段的確是反映著 現階段開店的速度 開店數目的速度 視頻率或者增長空間 但是未來 如果未來 整體現階段 開店的速度 數目會有機會加快 我相信 營利的增長空間 仍然是非常大的 看回過往來說 好像未遷為賴 看到過往來說 在內地發展開店數目 最終開到幾百間店舖 那麼多 所以未來來說 如果翠華做到品牌地位 跟未遷一樣 其實未來的發展空間 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當然 其實內地發展整個業務 變數仍然非常大的 包括食品等等的問題 仍然有相關的風險 但是我自己覺得 始終見到 一日未出現問題前 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始終之前提及到 翠華仍然是說內需 受惠一個內需概念 而其實跟業比較來說 好像翠華做這些 中高檔型的茶餐廳 是比較小的比較 我自己看回 其實現階段市盈率 仍然是相當吸引 因為始終那個增長空間 仍然是非常之大 所以後製港 我覺得可以繼續看好 但是之前都看回到 好像股價那方面 見到累積升幅真的比較多 現階段未買的時候 可以多等一會 但是如果還有貨在投資席 我建議繼續拿著中長線持有 另外其中的因素 比較多人討論 就是自由行顧客的比重 其實見到春節期間 訪港人數自由行的比例 都比較高 尖沙咀分店脆話方面 有四成的客人都是說普通話 其實會不會有股價的表現 注意少這個因素 我想這方面 成為會是 翠華在香港業務上 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但是其實留意一下 翠華在香港業務做得這麼好 或者見到它個案 開店開得這麼多 整體也是受惠 自由行這個因素 相信始終 自由行其實 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但是你說 會不會再多些人數 或者未來整個店鋪 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我自己看的確是比較難的 因為你說的 其實第一 店鋪現在目標 翻單數目 都接近我認為 都是一個上限 每日一張桌 平均做26張單 都是非常誇張 這方面 其實是 我相信能夠保持著的 但是 能不能夠每間店鋪有一個厲害的增長呢 我自己看的確是比較難 但是你說未來放緩 現時一刻來講 始終內地的經濟很短 我相信你說放緩的情況 風險相對比較小 未來增長空間 我相信仍然是來自內地的 但是香港業務 我相信能夠為取 穩定 帶來一個不錯的現金樓 好 麻煩你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一下 剛才講過股份 有沒有哪一種有持有 好 麻煩你 稍後回來 就是發達廣場的環節 有第二位分析員 繼續和大家看著大市最新表現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稍後回來見